好 各位 今晚又和大家做一個YouTube 都是一些香港的發展回顧 不過現在這個項目都很熱滿的 我會介紹一下利東街 或者現在叫做起貼街的一些過去的生涯 因為接近十二、三年前 當我知道利東街準備清拆要重建 就已經開始跟這個項目 現在這裡的背景畫面 你看到就是一個構思桌 就是用藝術的當時的理念 畫了利東街現在叫做起貼街的一個街景 這個項目也挺有趣的 因為整個過程尤其是清炸時間 沒有什麼人太留意 我當時也做了很完整的記錄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些舊照片 我開始用我的PowerPoint 這個情況就有些背景說說 我這次的講解 正如我大部分的YouTube 我都沒有什麼文字的 用很多舊照片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當時的記錄 和我的口述 大家留意一下 有些文字的描述 因為這些稍後你可以 在YouTube慢慢看 細心看 我文字有時照提供運動 但是稍後你們自己細心看 我分斬了幾段去介紹 第一段先講一下歷史 這張照片當時是我拍的 應該是2007、2008年的時間 那時候消息都推出了 說會清拆 李東街本身隔壁就叫太原街 太原街一直出名 很多賣玩具 假日的時間 很多不僅當區的街坊 甚至九龍、新界過來 都是一個打卡店 等於九龍有女人街 有鴨園街 香港太原街也有些出名 湯園街旁邊就有一個叫春園街 有一個叫利園街 因為灣仔在香港的歷史 都是一些很古老的區域 當時的容貌就是這樣 那些樓宇也不是戰前樓 都是在50年代中後期 就已經開始建設了 當時建的樓 基本都沒有升降機的 因為50年代的時間 香港相對都不富裕 近乎貧困 少許貧困 很多市民都生活得很簡單 所以那些建的樓 當時都是法例 如果超過10層 法例上 你一定要提供升降機 但是一做升降機 自然貴很多 所以很多這些 所謂戰後的早期樓 都做到9層 有些頂上樓 不做10層 一做到10層 就要提供升降機 這是當時的容貌 這些片段都很有歷史性 這張照片都是我拍的 其實已經開始搞搬遷了 你看上面的窗門 封了 大部分都關了窗門 表示已經搬遷了 還有收納的過程 都是一個慣性的 就一收一間 馬上就鎖住 怕人們再潛進去 甚至整棟都收了 連鐵閘也鎖住 地下的街閘也鎖住 雙鎖留到最後 做生意 我鎖要收的 沒辦法 留一天 只有一天 可能拍完照之後 三個月之後就開始拆 這些當時 再早一點 化到 《喜帖街》 成為 名字叫《喜帖街》 其實也叫《利東街》 整項整市 差不多 一間店舖 地店舖 都有兩種做事的 這些店舖 一個就賣《真理業》 《利是鋒》 甚至是《月曆》 就是當時 現在都還流行 每年年尾 有些店舖 引一些《月曆》 有自己的名字 就是自己的字號名稱 送禮用 也有一些是一般的 你買 當時有些自己買 買一個日曆 《月曆》 然後就 當成印起帖 以前都很流行擺酒 有三日為酒 男家、女家的親戚 五日為酒 每個親戚都派一些起帖 就是這樣找這些地方來印 另外也有些後期的 就是差不多去到2010年 或者是200幾年 都臨策之前很多 三、五年都不僅僅起帖 例子風 那麼簡單 又有些結婚的一些精品 相關的 就是 有些禮品卡 那類的東西 怎麼都 這個是 《起帖街》的由來 由60年代打後 已經是這樣的了 《起帖街》 或者當時李中街 那現在還要說 另一件事 要做印刷 就是你做那麼多 支援這些 都是需要印刷 就是印備這些 黑片、起帖等等 所以99年都有一間 在那個店裡 不是買起帖 或者做這類東西 而是根本就是做印刷 那 這個後期 就是貼很多很有趣的標語出來 就是 被迫遷那些 或者收留的過程 賠償不滿意 都很多意見 那這個很好摸摸 那 當時很幸運 我都拍了一些 一批照 就是一個歷史見證 那 那個重建 我們整個叫做重建 這個項目 就是 政府在重建 都有一些實際的做法和政策 那 政府又無需要自己出手 也都不方便 那 就透過一些機構 以前 叫做 Land Development Council 土地發展公司 後來 後來就改了組 叫做URA Urban Reliefal Authority 簡稱是市區重建局 當然 收購的過程都幾繁複的 因為 無論政府做 或者誰 代理機構做 你都不能夠勉強 始終都要有恰當的賠償 經過商議 那 當時 這塊地 就交了下去 給 這個URA 市區重建局 去負責 安排整個商議 搞收購 都是URA 然後 成熟到差不多了 他就 因為 始終 URA這類機構 都不是一個地產商 是一個政府 授權去做 那 他最後都是要 找合作 合作當然都是一個過程 通常都是招標 看看有哪些 發展商 是有興趣做 那些價錢 合作方式 都慢慢商量 最後透過一個公開投標 就有一個財團 不是一個 這個財團 就是來自信和 Central Group 和合作實驗 那兩個都是地產發展商 那他們中了標 那中了標之後 整件事就交由發展商那裏去搞 那要做的事當然 首先安排拆樓 當然就收了樓才可以拆 這個拆樓其實沒有很困難的 那接著就蓋樓了 那蓋樓當然就開始地基 然後上蓋建築 那裏有些資料 大家看看 好 講一下那塊地的情況 那塊地一次過 一個整體 這個市區重建局 就坐在利東街之外 我指著這個位置 就是利東街 以前在這條街裡 行車 兩邊的樓宇都收了 這個粉紅色的範圍就看到了 不政治的 那這裏旁邊呢 這裏是太原街 這條是春原街 那這裏叫做郊家街 就是灣仔那裏 就是很多這些 這些街已經有百年歷史了 春原街不止一百年 那這裏還有一些舊的住宅樓 都一併收起來 那整個範圍 粉紅色這個範圍 都是起貼街 或者利東街 重建計劃的 當時的範圍來的 那 現在比較熱門的 當然是利東街這個範圍 那這裏呢 純粹是一個 住宅行館而已 公眾沒有任何可以應用到的地方 那這塊地呢 那這塊地呢 正是說 六千六的平方米 那這個藥膜是 接近八萬平方尺 那就是地 我們很多時候都 用 用 用英尺來計 那 成分之後 藥膜 差點 八萬平方英尺 那建範圍的樓的 樓面面積呢 就過百萬的 這個 就是十萬 你當是十萬平方米 那叫billing area 那billing area 其實大部分都是住宅 那那這裏有些 簡單的背景 資料給大家看看 當時誰做職事啊 誰做工程師啊 這些這樣的 就是做建築的 會感興趣一點 那這裏姑且給大家 有些資料看看 沒有時間很詳細說 當然 我都想盡量縮短一點 以前有時候 做一個youtube 一個多小時都有 有時候 兩個小時都試過 那 就是 不是很套號的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耐性 我盡量都會縮減一點 那這個草圖呢 就 這條就是李東佳 李東佳 李東佳很可愛 他不是直的 少少去到這裏 少少轉彎 當時這條街都是這樣 這一邊呢 就是黃河大道東 那邊呢 我們本來叫電車路 電車車是莊士頓道 那這些 一棟棟 就那些相關的住宅 這些就是賣錢的地方 那這些商場呢 固然之都有收益的 但是比起做賣地 那個就相對有限 那些收益 那這個 我猜很多朋友都走過 李東佳已經開放了五六年 就成為一個景點 很多人有時候去打卡 拍照都有 那 那 他變成呢 首先做了一個平台 這裡指著 綠化得很明顯 那個是一個 一個 一個平台 一個鋪店 三層高 那 通常一般公眾行得到 就是地下 這裡 然後兩旁就是店鋪 那 這裡有少少仿古 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不走不淡 譬如以前香港五零年代 戰前那些樓 當然沒有說 他滴得都 無意無妨 我不知不明白他為什麼 有這個設計 他弄了一些西式不西式 就是 好 總之又不是 現代味道 那怎樣都好 都是他的設計 那最重要 那天台呢 都是一個綠化區 這個綠化區呢 有部分是公眾上到去的 就是 但是很隱悔的 通道 沒有什麼指示 沒有 沒有任何跡象 是鼓勵 或者方便 那些人去 上這個天台 這個平台的天面 享用那個綠化設施 那 這些都很正常的 就是地震發展 那個地契或者當時 撥這塊地的條款 要這樣要這樣 但是 有些 沒有什麼想用價值的地方 純粹讓你享用這些空間 他就很低調 沒有什麼指示牌 那類的情況 那 理論上那個設計 是很理想的 有公眾部分 成為一個新的景點 而事實上 這個都算是一些成功的個案 我早 大半個月前 我就講了另一個YouTube 介紹 御文芳 那御文芳 那 我也都 估計很多朋友都去過 那 的確是有 那個 那個 創意的 就是公眾享用 或者參與的程度 是高很多的 那 李東街 也是另一個例外 那 就是香港這類形式的 就是收地發展 透過 通常 現在大部分都是URA的了 那 以前都是四四八八了 就是能夠公眾享用到 而且那個質素都很好的一個空間 公眾空間 慢慢 我認為政府 或者這個 市交重點局 都找到一些新的方向出來 而那些方向 都 都有利的 成為一個熱點 那 尤其 向商業的營運 都肯定沒有什麼規 那 那這條路線呢 都慢慢摸下去 這個 過去的香港那幾十年 這個變化都是 都是 很理想 理想 當然也 講到市區重建局 以前叫做 市區重建局 現在叫做 不是 以前叫做 土地發展公司 現在叫做 市區重建局 都是摸了幾十年 在1997 回歸之前 有些項目 大家可能聽過 就是中環中芯 中環中芯 中環中芯也是 前身 這個 土地發展公司 當時 營辦的 最後 長江 拿了 投標 拿了地 來發展 現在成為 中環 中環中芯 其實如果有朋友 在中環生活 去過中環中芯那邊 你發展到 去到一個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 但是 很隱悔 很多時候 甚至保護 安全 來干涉 這裡不能拍照 其實一個公共空間 為什麼不能拍照 就是 講到 香港 土地 重建 這方面 都有 一些話題 可以說 這次 不拉開這麼遠 這裡有幾座大廈 有幾座 有幾座 有些資料 看到 這些是 地產賣到錢的地方 還有 這裡非常有趣 就是 這裡有一座舊 這座的確是 戰前樓 來的 這裡 一座舊 就 說得 拉遠一點說 我小時候都在附近 生活 這座舊 屬於 黃樓 大道 東 260號 左右 你知道 每條街道有號碼 這個 我仍然喜歡 260號 左右的範圍 我以前都住在 232號 就在那裡 前的那麼多 我出生的時間 在那裡出生 所以當時是怎樣 我都非常有印象 當時全部都是戰前樓 有騎樓的 全部拆掉 一個都沒有剩下 現在在這裡 皇后大道 東這個範圍 就除了這個 很難得的 保留了下來 一拼在這個發展裡面 是成為整個project的一個部分 當然有要求於它 就要去復收回它 將它提供回 現在做這些 舊樓的復收 就是跟香港的例子 你說它四班也可以 說它 有一個必須也可以 它要做很多更改 譬如更改是甚麼呢 你要提供 Disabled Leave 因為現在的平權 有一個公約簽過 香港 Disabled的人 試一下 要坐輪椅的人 有些空間響用不到的 有幾條樓梯 就差幾條樓梯進不去的 全部是不行的 消防也是有消防的要求 所以這個舊建築的改裝 都是做了功夫下去的 有些外圍工作 我都說過了 有兩條橋的 很有趣的 有一個平台 它又不是連貫了 這個podium 它不是說 這邊的podium 這邊的podium 連貫了 它又不是 因為這裡有些通道 你說其中一個設計也好 就是盡量利用的空間也好 這裡有兩條橋的 等一下應該有些相片給大家看到 在podium的頂上 好了 那張圖都說了幾分鐘了 這張照片我從合國中心拍下來的 當時你看到這條就是希臘街 還沒拆的 就開始搞搬遷 剛才我說的 旁邊還有一塊地就是這塊地 一拼成為一個 市區重建局 訂出來發展的 一個package 我們叫做 那些樓的 情況就是這樣 這些相片很珍貴 就是當時 幸好我都 一氣心肝都 臨測之前 都看了幾次 看了三四次 就進去裡面 就是 你看到那些相片 很難得的 就是 就進去那些舊樓 那時候已經搬走了 舊份都搬走了 準備拆 想要拆的時間我都進去 那些狀態呢 我都知道 這些樓 這些樓又不是戰前樓 是戰後的 50年代初期那些 當時都 這個狀態 就是很簡陋的樓 因為那時候50年代 香港都是 就是 絕對 不是富裕的 那 之後 天堂都簽建了 就是 有人住的 那些天堂的木屋 那 再加上幾十年 維修 方圍就好 怎樣都好 就是 很殘破 那也都有一些棚 都搭了這些 潛建物出來的 那 那這裡是李東街 那 剛才說這個 就不是李東街 而是李東街 隔離這個 這個範圍 那裡叫做麥哥利金街 那名叫做麥哥利金街 那名很有趣的 那 我也 都 都 然後 繼續保持一套 Visual Record 拍照 對我的工作 很重要 那 這就真的是李東街 那 當時你看到 這個階段 差不多 已經走光了 你上去看 窗簿一個是開的 做了封條的 那些 你看到潛建物 那些 叫做花籠 很多的 那條街 劇的設計 都很接近 那 李東街 那個利 利益的利 其實是一個星 一個叫做利氏家族 當時就是 戰前戰後 那些早期 香港有四大家族 其中是利氏家族 他姓李的 利益的利 他又不是李 木子李 他是利 另外他又姓高 他又姓余 有幾個大家族 那 當時利氏家族 又擁有這個範圍的物業和地權 所以他們做 那時候的所謂 地產商 即是50年代 就建了這類的樓 所以這類樓的設計都很接近 那當時是不錯的 50年代的樓 是屬於中價的樓宇來的 上到天台拍攝 就看到這樣 當時 幾乎都搬走了 除了地鋪 當然很多的潛建物 不同的角度都拍了一些照片 這些我不說太多 因為 將實際當時的容貌 蘇維拉一看 都沒有很多說的了 但這些狀態值得看看 最少可以看到 當時原來的居住情況 可以當作這麼差 這些照片已經15年前 但是當時我去到 基本都搬走 除了最後一兩個 但之前 譬如去到八年代 九年代 都在全盛時間 住滿人的 即是當時的所謂天台屋 是絕對是可以容忍的 因為你始終是一個現實 很多人住在這裏 然後慢慢 如何安排官遷 有時候都未必可以安排到官遷 人家在住 你又不能夠給一間新樓人住 其中有部分 去到九零年代打後 對千禧年打後 的確是少了些的 少了些就被拆了 可能被人搬了 為什麼搬了 因為他申請到延宗屋 其實上了樓 也有時候有些人會就來住 但看過情況 其實我都住過類似的 即是我 我當時住在灣仔 灣仔我住過很多次 我出生附近在灣仔 但事後三十多歲 我又搬回到灣仔 在灣仔那時候我住了一些 都是舊樓 沒有電梯的 九樓 我就住在九樓 即是那時候我都二十多三十歲 很便宜的那時候 八百元租一層 那外面有個天台平台 那時候天台平台 我都是正式建築的部分 是石市樓的部分 帶向九樓 九樓另外一邊 真是天台 但我那邊是正式的一個住宅單位 那平台都有人搭了這類的屋去居住 這個是當時香港的現實 從這些照片還看得回 前期的香港的居住環境 這個都難得的 那不同角度都是看回利東街 或者剛才說的那裏叫春圓街 另外那裏叫西B 西A就是大的範圍 就是現在你所見的起貼街 西B就是第二個 Number Two的西 一般我們譯做地盤 這個範圍就是西B 西D那邊 那大家去推上到那個居住環境 挺奇趣的 那但是也曾經是很多人的生活來的 那好了 這裏很後期 就連那些店舖都 都 就是十個都搬了九個 剩下一兩個死橙而已 就是留到最後用回去 那這個過程都挺有趣的 就是剛才你看到 有很多橫額 有說政府 又要強策民居 講到什麼都可以 那也都有一些 所謂NGO 又跟他們發聲的 就是NGO 有時候都要做這些事情的 那也都有抗議的 就是粗 就是粗一堆人來做抗議 但是當時的抗議就是非暴力的 就是喊口號 做一些宣傳 招待記者 做這類功夫 那所以當時都 有一段時間 都長時間停了警車 那警車不是偶然的 而是當時的氣氛最差勁的時間 那差不多長漲 至少有些威嚇作用 那開始這裡就 真的準備拆了 準備拆了 就開始做一些圍板 就是拆樓是一個工程的部分 都要入職的 入屋宇柱 因為拆樓本身都是一個危險的操作 那在準備拆樓 那這裡就是拆了 那這些拆樓 有些技術的部分 我不會講很多 最少給大家看的場面 那拆樓這裡很少見 大家對拆樓 沒有什麼機會見 那我也記錄到 那些拆樓 拆樓的拆樓 跟一般的建樓都拆不動 拆樓的拆樓是密封的 你由拆樓有很多塵 譬如綠色的利路網 建樓就用那些 拆樓就要封到密封的 用紅白藍膠布 或者綠色的膠布遮住 讓那些塵沒有飄出來 那這裡這場面 有幾張照片大家看看 對我們來說 我跟開這些project 我盡能力 從頭到尾 這場面大家很少見 那這裡已經拆了 這裡做了我們叫圍街板 利東街的兩邊 都拆到通通透透透了 那有些技術的工作 都不斷要看計算 測完樓要建樓 首先要做地基 地基 我不解釋它沒事的 用一些巨型的大樓 例如這些兩米半直徑 做一些裝 起樓 幾十層高的樓 當然有很多巨型的大厚勁的裝 都不在話 那這些機器 做基工 穿四邊 是一套裝置 叫Hydroface 這些機器的 OK 不說那麼多了 給大家看看場面就算了 這些都是做那個打樁 或者daivermall 那類為主的器材 那建樓的過程呢 其實最難的一個部分 就是地底的東西 地底不僅打樁 打樁先行的 然後另外跟著呢 都是地底東西 就是什麼呢 地庫 利東街都有不算很深的地庫 它是頭尾三層左右 因為兩層是car park 一層就 最頂的那層是商場 那個商場又不是全面積都是做商場 因為又有地下入車的那些通道 那這個不分析那個平面圖了 那是這麼容易看的而已 那這裡其實是開始做一個basement 那這個basement的方法呢 有些不同的 那通常做basement 三層深的basement 那這樣就掘到底了 那就掘到底 底起上來 那這個叫bottom up 那通常起樓都是這樣 因為由底做上 包括地底的東西都是由底做上的 那這些正常的做法 但是這個方法就 大致就不是這樣用 那叫top down的方法去做 中文叫做逆作法 那叫top down 由頂做先的 就是做到底 那頂呢 頂的地 ground floor 就是頂的 頂的 top 那做完那 ground floor 才掘下去 做第一層 地庫 第二層 第三層 那這些都不算很罕有 我又不想說 quite common 尤其是大型的basement 可能三個個案 有一個都用這些方法 那他們所做的 要先打壯 你看到壯已經打了 這些不是一半壯 而是硬著地 ground floor 那條大柱 鋼柱來的 那最後底下都是一條莊 記輸了 沒機會講那麼多了 算了 那一層就開始做 那法國都做了 還是做一個 ground floor 那地面的層先 看到一個大的鋼柱 鋼柱底下就是那條大口徑的正式的莊 那這個過程到地下的東西都沒做 那些泥都沒掘 但是純粹盡快做一個 ground floor 才開始看到 這個 ground floor 已經基本完成了 因為這麽大的地面面積 通常分開 很多斷塑 譬如我這裏 上面這裏 這一個 ground floor 已經準備 這裏 還沒做到這裏 還沒做到這裏 這個我們叫做 form work 這個石屎板做完之後 它就紮了鐵 然後下石屎 成為一層 那這一層就是 ground floor 的段落 那一搶時間 分開 一段一段去做 那這裏就是第二段 其實分開很多段的 它有個計劃在那裏 那很明顯看到了 這個 ground floor 做了 開始掘到底下 那當然有很多支撐的東西 你看到很多工業 全部臨時工作 令到它穩定了那個挖掘的過程 譬如這裏 旁邊 不穩定的 那些泥沒有了 就會射下來 而旁邊還有一條馬路 所以這個過程 很多這樣的臨時支撐 這裏是很難的 不同的角度 讓大家明白一下 小小技術 也有些 見識一下 你們不是做建築 對這些場面 未見過 不同的角度拍照 開始一層一層掘下去了 好像這裏看到了 開始深一點了 這裏地面 這裏 first basement 第一個 basement 第二 按 basement 可以看到 這些場面給大家看一看 這裏值得提一提的 這裏有些條條是甚麼來的呢 這些是地基 這些材料是甚麼呢 用岔木 現在講的這些區 關仔區 尤其是夏園街 春園街 是一些很古老的區域 以香港來計 以前的那些戰前 戰前樓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民國 差不多之後 就是二十世紀初 那些當時已經開始懂得用 我們叫做碩士 雖然說已經成了百年了 可能1910年 1920年之前 建的那些樓 都是戰前樓 當然了 但是那時候已經懂得用碩士的了 然後再早那些 譬如說 二十世紀之前 清朝末年 其實在這個灣仔區呢 灣仔區根本在鴉片子彥打喉 南京條約之後呢 已經是開發的 換句話說 一百四幾年開始 已經 灣仔已經開發 那其實很多代的了 那樓一個都找不回的了 但是當時在清末民初的時間 可能是二十世紀之前之後 那灣仔也建了很多樓 當時那些樓 現在香港基本都找不到幾個 是有少許的 一兩座 超過百二三年歷史 很少的 那時候 都要打樁 打樁是用一些橙木 這些是木橙 大家知道什麼是木橙嗎 來做打樁 在香港我也見過很多 以前在宋愛街 高蘭街 就是三十年前 那時候還有一些舊樓插 那地底都看到這些樓 那樓是用得快的 有人拿回來 木都值錢的 你看到有些都是那些木樓來的 那時候樓三層高啊 打樁是用這些橙木的 好了 不一樣的場面 給大家看看而已 不說太多了 很明顯這些叫top down 逆作法 逆轉的逆 那上面已經做好了 當然是一段一段的 就是 偷這個位置 偷那個位置 斬開很多 計劃上很多段去 怎樣可以 陸續地展開的 那這些很電影了 上面做好了 下面還在挖泥 那這裡可以看到很深 可以挖泥 但你也看到 上面已經做了 下面那條柱還未全面成形 裡面有一條江柱 但是這個階段足夠承托到 那最後下石市 那這些大型的機要在下面工作 好像很深了 看到 現在已經開始負第三層了 環境都很辛苦的 我又不想用惡劣 因為我們做建築 我們建得多了 都很常見的 很難說乾淨棋利的 尤其是你一遇著泥 你說乾淨棋利呢 又不是說impossible的 不過難度很高 如果你做到很均勻的機要你 你時間要很長 頭有成本會不會很多 這裡差不多到最底的那一層 技術上我都不說太多 因為沒那麼多時間 給大家看看場面 這邊大家看看 那些柱啊 最後也是會降近 interactive 上面一專家那一層 那麼這裡到最底的那層 你會看到柱本身還有cho 最後都會集分鐵、錄分碩士 技術的我不說了 上蓋,主要是住宅的圍住 不斷地都看一看 技術上有什麼 summary 寫幾句 大家看看 這堆圖片 當時我和建築的 contractor 起樓都很熟悉的 他給了一點點 知道我參考了 我不說那麼多 展示給大家看 他這裏就解釋了用逆作的方法 你看到藍色的部分的 ground floor 一層一層的做下去 很仔細的 時間關我講不到了 這個YouTube所有東西都看到 在這裏慢慢有興趣去看 他當時很粗略地 有些施工的計劃 這裏是area one, two, three, four 一直把斬開哪個段落 去施工先做先 這類的所謂簡單的計劃圖 你都是在建築公司那裏給我參考一下 這些不再話了 因為做這麼大型複雜的地盤施工 的確要計劃得很小心 一來工作可以暢順一點 如果計劃不到 你都碰來碰去的 這些材料又進不去 施工又你阻礙我 原來這裡先做了 不應該先做 因為你一做就妨礙著 後面就是那一節 這類的計劃 要做我們建築方面 是很著重的 有些難得的施工圖給大家看到 這裏和這裏差不多 我剛剛向另外一大廈的天台 可以拍到下去 解釋到 他怎樣一片段一片段去做 一些事意 差不多同一個角度 不過就拍高一些 剛才那個垂直向下看 這個也是遲幾一月之後 再拍一張照片 又看到開始有些進度 這個有三座大廈 這兩座成形 這個角度看不到多少 這個位置 這個上蓋 就是建樓上蓋的那些住宅樓 他要講的特色 他就是 現在建住的樓 很常用這種模式的 他就有預製件 比如這些預先 在國內的工廠做先的 預製 不用在香港做 因為香港沒有地方 人工又貴 做完之後運到香港 這些 我們叫做組件 預製組件有很多種的 當然設計要配合 外牆 內牆 或者半組合牆 這類的東西 這個 都很容易看到 這些是預製件來的 預製放進去 少了一些現場工作 但是現場也要做很多事情 我們叫做落石市 臨美建樓始終也要落石市 英文我們叫做一些鋼筋水泥 構成一個鑄結構 這個場面 可以看到這些預製的 臨美的壽力很長 都要落很重的鋼筋 成為一幅永久的結構牆 去落石市 你要有一個formwork 比如說 倒個帽子 塑膠 你做的塑膠製品 都有一個塑膠帽子 這個樓 你都需要一套帽子 去成形 然後落石市 那些石市板 要通俗一點 英文我們叫formwork 這個formwork 你都很常見 就不再用木材了 是用鋼 你看到沒有什麼木材 看到的 這些叫做鋼板 是用鋼板 做的formwork 裝裝陷陷陷 都有某程度的複雜性 你看到這裡 一件一件 你砌一塊 你都知道 200塊和1000塊 你砌都很煩 在這些樓 用鋼板做帽子 都數以千計的一層 那些 panel 連樓面都是 這個樓面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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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槍 有陣 甚至是beam 英文叫做 這個是全 鋼板的一個系統 連一個騎樓 一個騎樓仔 象徵式的騎樓仔 都有套帽子 進入到裡面 每個單位就是這樣 這個拼湊差不多完成了 這個場面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個戰前建築 這個戰前建築應該是1922幾年的時候興建 這些是有碩士的 以前我住的那些 其實我以前住在這裡 過後 就是 約某一百公尺 向這個方向走過去 那些是再早一點的戰前樓 那些戰前樓就 沒有什麼用碩士的 那時候 其實發明了碩士 碩士有百二三年的歷史 講碩士 當然有鋼筋 但是在香港 當時都沒有流行 我也不敢說 絕對沒有 但是那時候 我住當時那些樓 我估計是清末 剛剛踏入二十世紀的時間 那時候用磚砍砍的 用磚 紅磚 然後屋頂就是瓦面的 用木樑搭過金字架 然後砌砍 那些都是戰前樓 但是現在香港好少少的樓 那這裡尤其是一個 相對新的戰前樓 未做復收的時間就是這樣的樣貌 當時復收就圍了它 裡面做了很多事情 這張照片我拍的當時 旁邊這個樓還未拆開 這個是住宅樓來的 這座樓 都是納入整個利東街重建計劃的一步伐 都收了 拆了這座樓 草圖 構思圖 最後都不同了 說回歷史建築 所謂歷史建築 平面圖 正面圖 都有個概念 大家看看 它這個凡是凡在呢 就是剛才我都說過了 現在這些重建的樓 要有一定的兩件事你要做到 第一就是disabled leaf 就是 讓錯輪椅的人都可以用到這個建築 用到才能上去的 第二就是要有消防的 即現有消防的例要滿足度 不是幾十年前那些 而是現在的消防例要應用得到 其中呢 這個已經好一點了 因為它臨起之後呢 它有部份做回一條通道走廊 是新造的 駁回到現有的新的平台的範圍 那麼 譬如消防呢 如果沒有特別呢 你要獨立這個樓 就更加麻煩 你去裝消防泵 或者一個消防水缸 那麼 這個就簡單一點 可以用那個新造的那個 座場的範圍 駁回一些消防樓進來 那麼 但是樓梯啊 當時那些舊樓梯 都滿足不了新的消防例 所以那條舊樓梯呢 是拆了 做了一條全新的樓梯 那麼 這裡 我沒有提供太多的照片給你 其實我都認了很多照片 當時要重建的時間 即阿明不是重建的 一個復收的古建築 我都認了很多照片 其實裡面拆通了 比如這幾層的樓面 有幾層拆通了 打通了 重新 即即是 進造了一些現代規格的間隔 那 這裡沒有照片給大家看了 好啦 最后這些 這樣是怎樣呢 又是有一點點 相給大家看一看 再早之前都是合適自己的物業 不過這個位置剛剛看到這座 後面又有一座 這座正面就遮住 另外這座隱約還有一座 不過都遮住了 這座不是另外一座大廈 這個很早期認的 這座曾經是一條走到車路 現在就變成了暴行街 有兩個入口 一個就是裝飾均道 就是電車路的入口 這個就是那個方向的入口 這裡有幾座橋 將上面的平台的花園貫通 那個平台的花園不是全部公眾 有部份是那些物業的業主才用得到 這個入口就是皇后大道東那邊的入口 你都算是管理或者當時的考慮都算是很理想的 首先它也不能夠不做的 因為公眾是公開被任何人士去應用的 也都做了適當的陸化 但是現在也很有趣的 就是做地產也不管怎樣也好 一分交換一分收穫 譬如你做得好一點 漂亮一點 這樣吸引到 又不是遊客的 就是多些人出了遊 戴旺的牆子 你的舖子也租得貴一點 而且成為一個品牌 現在譬如李東街 或者有些人叫做起碟街 已經成為一個品牌 對發展商來說一定是好事的 這個空間現在這個概念也挺有趣的 你不論是有一個地方被人可以應用 有空來坐一下 街坊也好什麼都好 不正式 甚至乎整個意念上都會禁止 現在這些大地產發展商 都有一些公關組 或者不正式公關叫做community relationship 就是聯絡社區 甚至可以帶入少少商業成份 或者象徵式有些商業成份 譬如這個攤檔人 很常見的 差不多一個月有一次半次 或者一些重要的節慶都有這些活動 攤檔人每次有些焦點 譬如比較常見一些 或者最近我都見過有些 就是寵物相關的一些小攤檔 譬如有些人買一些狗裝飾品 現在狗也是 貓也是一樣的 有件背心 很奇怪 把狗 把貓扮得很可愛 或者一些寵物的應用的東西 例如有些梳理的毛髮 現在養草物很厲害 和一隻狗 尤其不是大狗 現在那隻狗像貓那麼大 做過理髮 我早前問過 都五六百座底 大一些狗就更貴 所以見有些狗 毛很漂亮 原來要做理髮 理髮就比我們人造的貴很多 成為一個融合到的氣氛 也有些露天茶座 這裏的店舖有三分之一 是一些小食事 茶檔 買些小吃那些都有 這個店舖 空間特別大一點 可以擺出露天茶座 可以擺出露天茶座 OK 我這次介紹大致都講完了 將利東階 前世金生做一些交代 金生是很容易講的 你有興趣明天去看一下 拍照 容易做 但是前世就很難 尤其是我這樣的相片 當時未擦之前上來的天台 其實我還有很多的 包括裡面 室內的單位 有人住的時候 我沒有上去 有人住 但是之後去擦 最後都 交給了 人們都離開了 他都沒有上門的 特別是準備臨擦之前 他要擦樓也有很多準備 包括要將舊傢俬 早就搬了 有些物料 拆樓那間公司可以 拆樓 值錢的 還有一些鋼窗 那些鋼窗 拆樓拆不到 都是鋼窗來的 雖然 而且還有錢 值錢 把鋼窗全部拿出來 運走 買回錢的 那段時間 幸好我都入了那次 拍了一些照片 很難得的 但是我這次無力出來用 無論如何 我很喜歡做這些 前世今生的介紹香港歷史 這次這個介紹李東街 都基本我完成了 下次我有什麼新題目 再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好了 我要跟大家說再見 下次 什麼場合再給大家一個新話